狗缺钙的表现 狗缺钙的表现 缺钙它在临床方面相对有一定的特发性或者是有一定的季节性 比如说在春天或者是秋天 这个阶段就是狗狗是属于是繁殖的季节和发青的季节 缺钙是因为比如说母犬繁殖的幼犬比较多 幼犬的话对母乳的需求量比较大 这个时候母犬的机体对钙的需求量比较多 而且钙流失量比较大 因为乳汁中钙的含量比较高 或者它的缺钙主要表现就是比如说像神经症状 比如说抽搐啊 呼吸急触啊 然后体面分高 类似于像中暑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那结合就是说 比如说春家狗狗刚生产完半个月 甚至说一个星期 或者是说时间更久 或者是有几个别的会出现在端案来以后 它会出现像上述所的这些症状的话 那它缺钙的可能性比较高 另外一个还要结合这个它的血钙检测的这个指标来判断 所以说这些是狗狗缺钙的一些基本表现 小贴士 狗狗缺钙有特发性 在春秋季 狗狗繁殖发育的季节 母犬因为要喂养幼犬 就会出现缺钙的情况 对钙的需求量会增多 同时流失量也增多 如果狗狗缺钙会出现神经症状的表现 另外要对狗狗的血钙进行检查 判断狗狗是不是缺钙 对钙的没证明